不一樣 冰族是啤酒 群馬泡是燒酒 響跟氏是威士忌 醬跟帥是58度高粱 另外貝將軍就要追加將軍殺 用啤酒來代替 那麼我們比賽正式開始 今天派到新企劃是下象棋 但這不是一般的象棋 我們決定將象棋跟這個殺杯黏起來 製作象棋殺杯 只要每一個棋子被吃 就要乾一杯殺杯 不同種類的棋子對應的酒類也不一樣 冰族是啤酒 群馬泡是燒酒 響跟氏是威士忌 醬跟蒜是58度高粱 另外貝將軍就要追加將軍殺 用啤酒來代替 那麼我們比賽正式開始 打熱瓶是不是 打熱瓶是不是 熱瓶是不是 有必要這樣子嗎 我有順利 我們要鋪著手段 喝酒 來 乾了 我不要棋 你不要吃啦 你可以不用管我啊 你不要吃 就是扣殼 沒有隱疑就是扣殼 跳舞馬毛 吃你 你那麽不要爽喔 爽的真的小孩子 我再跟你說啦 我不怪你那麽多啦 講說你剛剛喝啤酒太淡 火拼了 火拼了 這就是上陣 上陣只要犧牲就是要流血 我覺得不太對喔 吃了 這麽差點來 好噁喔 我也講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會不會下一個是 迷之步啊 你會不會下出去什麼 迷之醉拳步伐 龍寡人想想 直播開始不在你的思考 其實你這個 有點傻的 嚇了而已耶 不要趕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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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給我喝杯啤酒 不要想那麼多 喔好可以可以可以 將軍抽炮 不錯不錯不錯 但是因為大腦剛剛酒精的反應 所以呢 就有些東西會有一點 要思考比較久一點 吃我泡 吃你泡 你還是想要打我泡 是不是 你還是想要打我泡 你還是想打一個 你還是想打我泡 你還是想要吃個泡 然後你泡要走到腳步 然後你就要讓你吃 然後就要加上去 然後就想要衝回去 對 思考太鹹鹹了 這一個 我在想 威士忌跟燒酒怎麼算 你不要我為什麼會啊 你不要我為什麼會啊 幹什麼毛病啊 不是這是象棋 象棋不是這樣玩的 有一點多啊大哥 衝到門了啦 好噁心 他把身掉了 現在要這樣玩對不對 對 就這樣玩 就這樣玩 好難過喔 剛剛威士忌好噁心喔 我跟你說啊 我喝在這裡是要把你打爆啊 可以啊 絕對打爆了 將軍 將軍什麼啦 混酒不好啊 混酒好啊 混酒不好 象棋是不是 然後有一次 沒有 我感覺不可以 啊 當然可以啊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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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還很驚醒嗎 我想要用啤酒 跟你的威士忌乾杯 我懂了 你懂了 你想要我喝兩杯威士忌吧 對不對 對 對 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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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明白一點 呃 你整貨是誰 我會幫忙 你這把我 我會讓他解釋 你真的完蛋了 我跟你講 沒關係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啊 啊 青春 想吃 還沒點心 點 點讚 訂閱 我覺得好像一天才訂閱 噢乾 他媽真的好熱喔 等一下你打太用力了吧 你打了 我覺得你咳都受傷 你胃都受傷了 你死到是不是在流血了 將軍 都完了對不對 各位觀眾 看清楚喔 兩杯高粱加很多的啤酒 剃光頭 像其有一個 叫做剃光頭 就是把所有的棋子都吃完 吃完之後呢 然後還酥 這件事情叫剃光頭 嗯 抽屈 對 抽屈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跟你說啊 有東西叫剃光頭 我剛剛已經跟觀眾講過了 已經講過了啦 抽屈 好 接下來就是 抽屈 有點慘欸 喝了啤酒 然後將軍再喝一個啤酒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倒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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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剛才也沒反應過來 來囉 然後就是一個 來過關中 這個是帥 帥要喝什麼酒呢 五十八度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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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剃光頭啊 只剩一個冰而已 只剩一個冰 只剩一個冰 高粱 好濃的味道 這個是酒精吧 我很喜歡喝高粱 在這邊 風邊 嗟 漂 吳 快 喔 超毒素的 不是 欸 超臭的欸